今年春雨多建筍产季提早报道 而光复乡光丰地区农会建筍饗宴提前办理 不到三月中就举办农会总干事张明发说 每桌特惠价3500元 即日起开放订购 桌上十道菜仔细一看 每一道都看得到建筍的踪迹 这是光丰农会办理的建筍饗宴记者会 跟去年比起来提前了两个礼拜 我想今年整个环境气候 像最近又有雨水 有助于建筍笋的生长 今年光丰农会与在地六家业者合作 要求每一家业者菜色都不能马虎 有咸猪肉 鹿桥建筍拼盘 炒建筍 建筍蹄膀等菜色丰富 我们在地的食材 虽然我们重复煮了一二十年 但是每一年我们都会增加一些新的厕所 但是我一直觉得说 最重要是卫生 然后还是卫生 今年的春雨多建筍成绩提早报道 光丰地区农会建筍饗宴也提前办理 不到三月中来举办 农会总干事张明发说 每桌特惠价是三千五百元 即日起开放订购 目前我们预定的桌数是160桌的建筍饗宴 我们预定下个礼拜一开始 你可以打我们的推广部的电话 038705 206订购 我想这种东西就是额满为止 光复乡长林清水说 建筍是光复乡阿美族传统的美食 农会每年四处促销 并从2009年起每年办千人建筍宴 只有疫情曾经停办两年 而今年欢迎大家到光复享受建筍宴 据这高雙雙光复乡采访报道